春天到了,猪小白去郊游 他想从五瓶不同的果汁,三瓶不同的可乐 和四瓶不同的矿泉水里面挑选两瓶同样类型的饮料 会有多少种可能呢? 类型一样,可能都是果汁,也可能都是可乐 还可能都是矿泉水,那就得分成这三类来算 最后把它们加起来 都是果汁,就要从五瓶里选两瓶 换顺序,算一种,那就是组合数 有C52,算一算,得十种方法 都是可乐,就是三选二的组合数 有C32,得三种方法 而都是矿泉水,就是四选二的组合数 有C42,算一算,得六种方法 最后把它们相加 一共就要10加3加6,得十九种方法 这就是分类挑选 在解决挑选问题时 咱经常得根据题目中的特殊要求 列举一下有哪几类 算出每一类有几种方法 最后再把它们加起来 如果现在朱小白改主意了 他准备选两瓶不同类型的饮料 又会有多少种方法呢 这时,咱们就得根据不同类型这个要求进行分类 两瓶类型不一样 那就可能是一瓶果汁和一瓶可乐 也可能是一瓶果汁和一瓶矿泉水 还可能是一瓶可乐和一瓶矿泉水 一共分成了三类 都用组合数来算 第一类,先从五瓶果汁里选一瓶 也就是C51 再从三瓶可乐里选一瓶 也就是C31 这是分布,要用乘法 同样的,第二类就有C51乘C41种方法 第三类就有C31乘C41种方法 然后把它们加起来 算一算,一共就有47种方法 好了,这个视频我就给您讲了分类挑选 在解决挑选问题时 咱经常得根据题目中的特殊要求 列举一下有哪几类 算出每一类有几种方法 最后再把它们加起来 新资问题来了 如果朱小白想从四瓶果汁 两瓶可乐 三瓶矿泉水里选两瓶不同类型的 共有多少种选法呢